相當的看齁 那這一個行業需要什麼樣的人 美工設計對長多媒體方面的工學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蠻重要的 那你會講說老師 那美和治管什麼特別 我跟各位講齁 南部像剛剛大人他也有治管系齁 那這些私立學校他的治管系 南部如果以技術學員來看 評鑑裡面有拿到一等的不多 有一首就是我美 我美和去年評鑑是一等 治管系齁 那你說他有什麼特別 我跟你講美和治管有一個特別的 你們考過證照 學校有沒有給你獎學金 沒有 沒有 開誰 很多學校都有給 技術學員大部分都有給 我們不僅給我們給兩份 什麼叫給兩份 學校比如說你考過電腦 考過電腦幾號 學校會給你錢對不對 會給你獎學金不管兩千三千 我們系上治管系 本身自己有一個證照獎學金 我們大概目前有接近二十萬的基金 換句話說你考過一張證照 學校以級來講 學校可能會給你兩千塊 我們系上還有另外的補助 那大家有沒有考過微軟的證照 還沒有吧 微軟就是 Word 包括這一系列的證照 那像這個國際證照 我們學校的獎學金是五千塊 我們系上另外再給三千塊的獎學金 所以上學期 我們有一個同學 暑假很多人在玩電腦 玩GAP 這小時暑假沒試開就去考證照 結果暑假完拿了大概五張證照吧 總共獎學金拿了兩萬多塊 一個學期學費才四萬多 他等於一半的獎學金拿了 OK 那另外剛剛跟你們校長在聊的時候 校長也提到很多同學可能 經濟比較結局 希望能夠有機會 不管是有工作或打工 那當然是有幾個考量 第一